在NetPath 其實很簡單,我們先打開Menu,再選Network中的NetPathService 在NetPathService裏面,我們再選Create New Service,填電腦名或IP Address 我們亦要填TCP Port Number 給它,之後我們再給NitName 而Poping Interval,我們就可以填兩分鐘,兩分鐘就代表兩分鐘會和你檢查一次 之後就可以按Next 我們用個Main Pulling Engine,或者用一個另外安裝的Pooling Engine,在不同電腦上都可以 填完Create之後,再等幾分鐘,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NetPath 在NetPath裏面,我們設定一個Poping Interval的時候,我們會有些建議 第一個就是,如果我們設定一個長時間的Interval,我們可以更精準找到錯綜複雜的Network Map 而一個短時間的Interval,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短時間裏面發生一閃即逝的問題 但是,如果用一個短時間的Interval,相對地就會用較多的Resources 例如Hardless空間要多些,System CPU又要多些 而公司內部,我們就可以設定5分鐘為一個Interval 但是,如果你們設定那個Network Path是經過Internet,或者Karl上面的 我們就會建議設定10分鐘為一次